嗨 我是宝可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喔 今天的主题是 2024年MGM年度梦幻一评挑战赛 正式登场咯 那么我在我的社群平台上面 公开你的心得跟你的照片 你就可以拿到double的积分 这double的积分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申办这张信用卡 是旧户达35几分 新户达100到300几分 double一倍的话就是 嗨 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号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2024年 这个真的是 新年总要有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希望 所以我们一样有推出MGM的活动 但是这个MGM活动说真的 你可以去想一下 就是除非我真的赚很多很多 不然然后我怎么可能 就是可以给大家很多很多呢 所以我们的奖金来源 最主要是银行的推荐办卡活动 好 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嘛 比如说申请这个信用卡 好 那一张就是500刷卡机 那我就可能是以会员等级就给大家 就是100 200 300多少的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开财富管理户 财富管理账户开下去的话呢 哇 那个银行有的给比较多 比如说就亲友来开这个财富管理户 然后放300万 他可能就会给这个推荐人 3000到1万元不等的礼券 所以我们就会用1比1的积分回馈给大家 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哇 我办这个信用卡 可能办10张20张 都比不上一个人 开财富管理账户 可是没办法 因为银行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子 我不可能凭空生出钱给大家 所以我顶多就是拿银行的活动 然后呢 借花现佛变成自己的活动 好 就是能给就尽量给这样子 好 那另外一种也是很厉害的 叫做贷款 如果你本身有这种贷款需求的话 你来跟团 那银行针对这个贷款推荐的活动 其实给的也蛮多的 通常是给500到1000 那甚至有的比较厉害的 可以到3000 好 所以这种也是游水 非常丰厚的活动 你就会知道 只要做这种金融贷款 或者是财富管理 银行的游水都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它才有办法就是 再提拨一部分的比例 当中是行销预算 回馈给这些消费者 好 所以我们的活动资金来源 最主要是这个样子 那我举办这个MGM梦幻艺评挑战赛 其实已经有三年了吧 好 我们每年都这样做 其实游戏规则应该已经底定了 比如说两年前 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 我可能给大家兑换的 这个金额没有很多 但我现在已经全部开放到 就是你如果一次有拿到 5000 7000积分 你就可以一个月 把它全部换掉 我觉得这样子 算是一个蛮成熟的 就是说会用这个 比较限缩的方式 在限制大家兑换的原因 是因为我怕我支出太多 那现在呢 其实已经发展三年了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愿意参加活动 而且你有来回报的话呢 我确认资格基本上马上给你 那给你之后呢 你每两个礼拜 每个月的1号跟15号 早上9点开放兑换 你就可以来换成你要的礼券 或者是其他的相关商品 就可以带回去了 那我们会开放大家兑换什么呢 比如说小七 或者是全家的这个商品卡 就是类似像这个 超商抵用券的部分 有一些东西我可以直接在线上购买的 我就直接就是截图寄给你 用这种方式的话呢 你拿去超商 其实扫QR控你就可以支付了 我觉得算是蛮简单方便的 那早期呢 我们还有提供一些比较特别的 比如说加勒服出资金 或者是某某红利金 但是加勒服出资金有个限制 就是他没有办法给大家太多次 一天只能给五次而已 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是大量的 就是以不限金额的方式 然后赠送给大家 就不行 所以后来我就会比较少赠送 因为很麻烦 而且他有个问题就是 转账出去的金额 你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领取 你没有领取 他就回收了 所以很多人都会来跟我要说 为什么失效了 那是因为他们系统设计的 这个房贷的问题 而不是我的问题 我当然希望你们就是 可以长长久久 然后就 因为我钱给你们 我就不会去管了 你就不要再还我了 就很奇怪 然后每次我都要为了处理这种事情 我就觉得非常的懊恼 那另外一个是某某红利金 某某红利金 其实这几年 某某已经没有开放大家 用信用卡刷卡购买 所以我自己账上的某某红利金 其实不多 所以我就会倾向于 把它拿来给这些之前 有上策的人 然后有说明要某某红利金的 我们就是要 这个年度梦幻一瓶挑战 最后的49%的奖金 是由所有的人一起评分 那这个时候呢 就要以比例回馈给大家 所以你就不能够随便把它用掉 你随便把它用掉到时候 你就没有钱给给大家了 所以我们的这个游戏规则 后来会变得比较局限一点 原因是因为很多厂商 让他们就是设下重重的限制 比如说像那个全家 他的这个购物金 要兑换给大家 他居然也限制一个月 只能够转一万出去 所以我转了一万之后 我就不能再转了 所以我只能够等到下个月 我的Coda归零重启的时候 我才能够再继续转账给大家 不然的话我觉得 其实这个全家的红利金 算是蛮好使用的 蛮好兑换给大家的这样子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2024年我们要怎么玩呢 其实我们的玩法呢 跟2023年2022年2021年 是大同小异的 最主要的话就是 我从大家贡献给我的这些 关注啊影响力 还有推荐办卡的数量 我来提拨一定比例 回馈给粉丝 如果你是一般成员的话呢 基本上办卡可以拿到100积分 那如果你是悠悠班 可以给到200 基础班可以给到300 都是用这样子的比例 在做活动 那比较特殊的活动 比如说我有接到业配 那我可能就会给的比较多 那甚至我们会在这个 梦幻一瓶挑战赛的 这个参赛者 你们只要有来参加登记活动 我基本上就会把你们 列入我的电子报 电子报呢 每一个月发送一次 那这个电子报里面呢 它就会有一个含金量 非常高的限时活动 也就是如果有业配 那么我就会举办活动 那这个活动谁可以参加呢 就是只有收到电子报的人 才可以参加 所以我会非常极力的推荐你们 赶快来加入我的挑战赛 要记得 这个电子报 你不要收到之后 把它设定成 这所谓的什么诈骗邮件 什么鬼 那你这样真的害死我了 那以后的话 大家都收不到邮件了 所以你那个收到之后 记得要把我的这个寄件人呢 加入那个 我的联络人清单 跟这个Google 或者是跟其他的 你的email业者说 这是白名单 这样子的话呢 才不会害我 就是被停权 那以后要再申请 一个新的账号 很麻烦 因为很多人也会遇到个问题 就是 他们收到这个信的时候 他们是被归类到一个 其他的类别 或者是归类到垃圾信里面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跟你的活动奖金 就错生了过了 我们通常会举办什么活动 就是限时收到信的人呢 你可以在一个礼拜 到两个礼拜以内 然后来参加活动 这个活动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贴文下面的活动 你只要参加完之后 再多回报一次 那你就有机会 可以评分一万元奖金 平均每一个参加的人呢 都可以多拿三百到四百几分 那你把它拿来兑换 比如说小七三百元或四百元 其实也算是某种程度 去补贴你的生活开销 比如说你都在小七 买早餐什么的 不是很方便吗 所以我觉得 这是某种程度 就是我做的让利 可不可以参加到活动的话 就看你自己 有没有收到email了 所以我们是用这种方式 来希望大家就是 每个月认真的来收信 然后来参加活动 基本上规则就是这样子 非常的简单 那我在2024年 有打算再推出某一个现实的活动 这个活动其实也不困难 这活动基本上就是 你只要来参加MGM活动 那么你是不是要回报领奖 你在回报领奖的时候 如果你愿意多分享一点 你对这张卡片的使用心得 还有使用情境照 这等于是类似是OGC 就是由使用者 自己产生心得的方式 只要你写得好 被我入选了 那么我在我的社群平台上面 公开你的心得跟你的照片 你就可以拿到double的积分 这double的积分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申办这张信用卡 你是旧户拿35积分 新户拿100到300积分 double一倍的话就是旧户拿77分 然后新户可以拿200 400 或者是600积分 那你想想看 银行才给我500而已 我就给你600了 那这样是不是亏100 没错 但是我不可能就是 每个人来投稿都一定会中奖 所以我在思考这样子的玩法 是不是可以激励大家 就是认真的去使用产品 然后把你的心得写下来 我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至少100字 然后5张图片 比如说你可以拿这张卡片 你去卖场买东西 或者是你去出国玩 然后来拍照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样子的个人 使用心得分享 在社群网络上面的传染力 应该是比我在那边讲说 宝可梦推荐还要有用多了吧 所以我是觉得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方式 而且我愿意给更多 但是就看大家参加活动的 feedback怎么样 当然像美国运通 千账白金卡这一种 一申请就有27分 double就47分 这个实在是太犯规了 所以像这种比较回馈比较多的 我就会考虑 就是没有加码这种活动 或者是直接加码500而已 那就说你办了大白 然后你除了27分以外 你还可以再拿到多500 只要你写的心得好 比如说你拿这张卡片 真的出国 你去住FHR 你去住阿曼 或者是四季酒店 然后你放很多照片给我 那我觉得我就一定会把你分享出来 你就可以多赚500 因为毕竟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经验 连我自己使用FHR的经验 一年可能就才一次两次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是 针对我们非常忠实的粉丝 如果你想要多赚好康的话 就是你想要挑战 就是年度梦幻一品的最大奖页 就是5万1000元的Apple商品卡 然后你可以拿换 当年度最新的手机 或者是平板之类的 那你就应该好好把握这所谓的 积分翻倍的游戏规则 今年度的活动规则 我会注明在我们资讯栏下面 这边会有一个相关的活动连结 这个活动连结 其实它的短网址就跟去年一样 我们将来 我们每一年度的活动的短网址 永远都是同一个 那你连过去 就会是当年度最新的活动详情 所以你也不需要特别去记 那这个活动资讯 我更新在上面之后 你就可以上去查询 或者是看看说 这一次的活动 是不是有所谓的积分加倍活动 那如果有的话 我一样会在回报系统的最后面 去新增这样子的表单 那你就可以考虑 要不要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那一个人只有回报一次机会 所以你可能就是 要把资料都准备好之后 再来参加活动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有机会拿到更多的积分 那这些积分堆叠起来 你不只可以就是换小期 或全家 或是其他的礼券礼品之类的 或是赖礼物的 这些相关商品 那甚至你也可以考虑就是 达到一定程度的积分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阅游班 或是基础班 那你就可以拿到更多的好看 但是呢 这个一万两千积分的这个门槛 似乎还是有点高 但其实我的做法很简单 就是我不希望让我的经营的社群的价值 就是随着时间越来越多人加入而贬值 所以我为了要保护里面的人 所以我通常都是用很高的门槛 把它架住 比如说你要放三千万 然后呢 你拿到了比如说一万积分的活动资格 那你才有可能加入我的群组 用这种门槛来做一个筛选的话呢 某种程度也可以保障那些早期就进来的人 那对于后来才开始参加这些活动的人 他可能会觉得说 哎呀活动没有好看可以捞 那到底是怎样 可是你可以想想看 其实银行他们在做这种行销操作的时候 他是不是也是用同样的手法 比如说他针对一般普通客人 所发行的普通信用卡 他是没有什么额外附加权益的 但是他针对某些VVIP客户 所做的一些卡片或者是产品设计 或者是财富管理会员 他们可以享有的免费矿 提款转账甚至汇款次数 其实就是比别人还多 那还有一些两人五折的五星饭店 或者是住宿的部分 他们其实都是有非常高的门槛 比如说你要办大百 你可能就得有两百万以上年收 你没有年收没有关系 但是你至少要有一定的资产 你把你的资料提交上去 他确认你是他们要的客举 他才会给你办卡 所以其实这些通通都是有门槛的 所以我这边的社群 其实也是有门槛的 那我觉得无法达到也没有关系 重点是你要用卡用得开心 从我这边学习到正确的用卡知识 然后参加我的活动 可以得到更多不同的乐趣 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事情 那你说做这种事情 真的可以赚大钱致富吗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问题 我们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这个同样也有一个部落客 他叫福马记忆 那他前一阵子吧 大概半年前 他自己的这个粉丝业 就是无意境就被主客博给拿掉了 所以他其实是没有这个粉丝业的部分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对社群经济者 非常的伤 因为现在很多的银行要找合作 都是要看你的粉专有多少追踪数 然后可以发多少贴文 那他扫了这一块之后 等于是他隔壁就被砍了一大刀 他基本上大概就没有什么业配了 所以他只能够靠他的本业 他本业是工程师 所以其实年收一两百万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那就看你要不要做 所以他后来就是希望他的粉丝 抖内给他 但他后来他又写一篇文章 有稍微提到说 其实他发出去奖品的现金价值 远远的就是大于粉丝抖内给他的金钱 所以他有点不想做了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有时候你做这种粉丝回馈活动 你会非常非常的累 因为每一个活动我都要去追踪 都要一直不断的给奖 尤其是每两个礼拜 要给一次的情况之下 我变成我每个礼拜都要一直去追踪 这个回报状况 然后赶快给奖 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的疲累 但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其实还是持续不断的去研究信用卡 然后分享 但是其实我现在已经一半一半 就是我有一半的时间 我都必须要不断的去回报积分给大家 然后赠奖给大家 因为这样做 你才有办法把活动的气质给带起来 所以这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有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 一直马上回馈奖励给大家 原因是因为真的很忙 尤其是年底年初这段时间 我要一直不断的更新 产品的权益 然后甚至你要做很精美的图卡 那其实会花去我三四个小时 我就没有办法再花三四个小时 去正讲这件事情 所以正讲这件事情 我觉得稍微延后一点 所以我们的年度梦幻一品条件 是还是会持续做 但是在某些比较关键的时刻 我们就会稍微延后一点 请大家就多担待 那如果你真的有心想要拿到五万一 这个超级大的大奖的话呢 请你要从一月一号开始 就认真地参与本团活动 那如果你有钱 那更好 你就不只是要忠心耿耿地参加活动 你还要就是把你的钱 就是巧妙躲善地运用在我们所有的MGM活动里面 因为有些放三百万 一千万三千万 那都要绑两三个月 那你的钱放在那边你就不能动了 所以这中间的得失利弊 你就要自己去思考 我绝对没有强迫你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的活动都准备好了 如果你也想参加活动 你也想到好康 那就欢迎你来加一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你就是到粉丝也讯讯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 都可以 我们有看到的话呢 都会在做节目跟大家回报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